做完了出行 咱们来说吃 最近转基因之争闹得是沸沸扬扬 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中储粮 还没有从硕数窝案 这个粮库起火当中缓过神来 又一脚陷到了转基因菜油风波当中 有媒体报道 中储粮仓库流入了大量的进口转基因菜油 如此一来就无法保证下游企业生产的散装油的纯粹性了 对此中储粮昨天晚上做出了回复 确认有两家企业违反了收购政策 为了赚取差价利润 将1477吨的进口菜籽油掺入了领储库存 但是并没有承认这一批进口菜籽油 就是转基因菜籽油 其实中储粮让进口菜籽油入库 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中储粮是油价平衡器 油价贵的时候 投放存量维持价格稳定 不伤及消费者 油价低的时候维持收购价 不至于油渐伤农 因为部分进口转基因菜籽油的价格 的确要比咱们国内的油要便宜 企业可以通过入库进口油来赚取差价 但是一来国产油的收购就会受到影响 菜农要吃亏 二来消费者也就不明不白的被骗了 所以国家规定严禁将进口菜籽油加工之后 作为国家临时存储油入库 中储粮旗下的企业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门槛 为谋取利益降低门槛 就是在挖咱们天天吃油的老百姓的墙角 对了说到油 如今不少不良商家会把健康指数比较低的 松铝油染色之后冒充优质油品出售 也严重损害咱们消费者的健康 希望监管部门对于这样的油瓶子乱象 管一管 和声监管部门对于这样的油瓶子乱